大家好,我是小杜 2001年10月时,乌克兰销毁了境内最后一口SSN-24型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 同年最后一架可装备核武器的远程轰炸机,图160白天鹅也被销毁 这一系列操作看当时中国军迷们目瞪口袋纷纷惋惜 当年苏联留给乌克兰那么多的装备遗产,就这样被败家掉了 当年苏联接体后,还有一个国家同样拥有着不下于当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 但是败家程度比乌克兰更胜一筹,这个国家就是波兰 曾经波兰陆军拥有位居世界潜烈的D对D战术导弹部队 其拥有超过30架9K72飞毛腿B导弹发射车 以及至少4台9K79远眼9K79弹道导弹 共边有4个导弹旅,论规模上仅次于苏联,位居法约第二 与乌克兰一样,波兰的自费武功没有保留下任何战略级武器 尤其是弹道导弹 1990年起,波兰开始削减导弹部队 4个导弹旅中两个就地解散,剩下两个缩编尾导弹团 裁剪掉的中程导弹波兰自行销毁 仅保留少量的对地战术导弹 大规模裁剪现役军队,将军队裁剪至16万人 防长由文职人员担任 波兰销毁导弹相当彻底 先是把导弹车大卸八块,分成一个个部件 在西方国家安全人的指导下,该烧的烧,该砸的砸 砸不动的触动坦克碾压 确保不会留下任何一块有用的零部件 乌克兰虽然也销毁了大量的战略级武器 但也保留了不少压箱子的好东西 比如R36M弹道导弹,瓦梁格号航母,乌克兰号巡洋舰等等 不过之后在1999年,波兰加入北约 2003年,波兰加入欧盟 在这十年内,波兰顺利完成了社会转型 成为前华约国家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倒是乌克兰的自费武功不但没能换来经济高速发展 还失去了立足之本,实在是让人感叹 感谢收看零度军舞,下期见,拜拜 by bwd6